张兰太难了,一己之力养活十几口人,还要被喷利用孩子变现。 7月19号,张兰再次开启直播,向网友们展示她和孙子孙女的相处日常。 张兰一直很敬业地,一边直播带货,一边还关注孙子和孙女。 经常消失在镜头中,整个人显得手忙脏乱。 张兰消失的原因,无疑就是因为照看孙子孙女。 还有喷子说,张兰就是消费自己的孙子孙女赚钱。 那么请问张兰养弯弯十几口人,这个钱哪来的? 不仅养孙子孙女,还要养着钱来袭和钱来袭的现任丈夫保姆司机等等。 张兰不这么拼怎么办? 张兰太卑微了,一会给孙女拾衣服,一会又给月月梳头发, 扎辫子,一会又给孙子弄桃吃,或者给小玲玲泡酸辣粉。 总之她是一心二用,这边直播,那边还要看着孩子,心一直都选在孩子身上。 于是就有粉丝心疼张兰,说她太卑微了,不要再直播了, 既然陪孙子孙女就专心陪,不要直播带货了。 还没爆料,目前跟着两个孩子来的保姆, 不是以前月月和玲玲从小一起带大的,那个从内地带过去的保姆。 这一次是后来台湾找的保姆。 而通行里面,月月的小姐妹是她台湾的邻居家的孩子。 也就是说,这次张兰能陪孩子旅游,汪汪还派来了几个监督员跟着, 这些费用不都要张兰出吗?张兰能见到两个孩子多么不容易, 据说还是黑白通吃的大哥,大S的恩师王伟忠做的当道。 所以汪汪一家是一分钱不掏,还动不动就把孩子的亲爹亲奶奶要告上法庭, 张兰汪小飞就只有乖乖掏钱的份。 前几日巨俊叶卷走了大S二亿存款飞瓜,备受争议,这个是有迹可行的。 巨俊叶演驾到台湾,主要就是看中了大S亿万富婆的身份。 他料定大S与前夫汪小飞离婚以后,弄了不少财产。 卢旦在与大区县结婚期间,卢旦游说大区县做了不少投资, 所以大区县大部分存款漏到他手里,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啊。 卢旦跑回韩国以后,大S被气到住院,卢旦也不管,甚至还要离婚。 这边大S住院面临瘫痪风险,那边巨俊叶在韩国开泳装派对,玩得不亦乐乎。 现世暴来了吗? 卢旦现在也不装了,他在韩国跟朋友说,除非大区县答应他三个条件,他才回来。 看来大区县如果还想挽回爱郎,除非真的分到麻六级的股份, 卢旦才会回来舔他,否则他和卢旦的婚姻也挺不过两年。 大S现在也没法跟巨俊叶秀恩爱了,直接跟汪小飞摊牌,拿孩子做腰鞋, 要汪小飞给他分麻六级的股份,或者跟汪小飞复婚。 如果真的复婚的话,那第一个被气死的肯定是张兰。 而且网友预测,复婚之时就是麻六级倒闭之日。 大S和巨俊叶才是真正的一对,巨俊叶想把大S掏空,而大S又想把汪小飞掏空。 只好苦了张兰,没日没夜的在直播间卖麻六级。 难怪张兰说,我要干到八十岁,再陪汪小飞二十年,要不然他会让大巨献给骗光光。